全球现场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明星夫妻党林瑞阳 张婷 大陆经商有传播传出 现在涉嫌利用网络从事传销活动 被立案调查 甚至26亿的新台币资金都被冻结了 把时间交给若宜 好 一起来关注到这一起案件 艺人林瑞阳 张婷夫妇 在大陆是成立的电商 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 他们主要是贩卖保养品 化妆品等等 但根据大陆新京报的报道 两个人的公司 最近被市场监督管理局揭露 有违法之嫌 早在6月的时候 就已经被立案调查了 而且冻结了人民币6亿 换算成台币大约是26亿的资金 消息一出 大陆网友也毫不客气 猛对张婷还有林瑞阳贯贫 直接把昔日的美容女神给拉黑了 那么张婷也一度登上了 微博的热搜第一 那么过去张婷跟林瑞阳夫妻 在大陆给人的形象 就是这个艺人转型成功的台商 张婷也常常用这个美容女神的形象 为自家的产品来代言 不过这一次 两人的公司传出被调查之后 网络上头的风向是180度的大转变 也出现了很多的负评 包括有人说像这样子的微商传销就是骗局 还有人认为终于被查了 最了解目前他们的公司法定代表人 就是登记林瑞阳的名字 夫妻俩在2013年创立了这间公司 卖保养品 卖化妆品 短短几年就成为了有名的微商公司 外传夫妻两个身价 超过了1500亿台币 也曾经砸下80亿台币 在这个上海黄浦江的旁边 买下一栋豪华大楼 当然在这个做慈善公益方面 也是不遗余力 因为郑州水灾的时候 他们两人也一起捐出了 大约台币2000多万元来援助灾民 没有想到现在却被爆出涉嫌 利用网络从事传销活动被查处 那么来看到负责此案的 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日前也证实了 因为有收到多起的民众检举 所以是按照禁止传销条例 在今年的6月5号 以涉嫌传销为由 对林瑞阳的公司立案调查了 他们认为说林瑞阳的公司 涉嫌利用这个金融机构转移 隐匿涉传销的资金 所以已经依法向法院来申请保存措施 那么现在整起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对此林瑞阳也做出回应了 透过微博发了声明 她说她的上海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 是一间合法经营的公司 从成立以来始终遵循政府的指导 坚持合法经营 也有依法纳税 目前公司的营运是一些正常的 也会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工作 那么对于整起事件 今天上午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也做出回应了 他说这起案件应该纯属经济 也提醒任何在大陆经商 必须依法依规 另外对于歌王王力宏 日前爆发了一连串的负面新闻 他也有最新回应 一起来听 刚刚讲到王力宏曾经是优质偶像 对不对 不过日前传出了婚外情等等的丑闻之后 形象重挫 关于他的负面传闻还没有结束 因为网络上头大陆的网友又爆出说 王力宏他自创品牌涉嫌造假宣传 王力宏的服装品牌是曾经有一名直播主 开直播在卖衣服的时候 他宣称衣服上头有一个设计 是高价从苏州的博物馆 购得上头的一个刺绣 结果被管方发出声明打脸了 先来看看这件衣服 大部媒体报道 就是王力宏旗下 有一间龙的传人服饰公司 过去曾经在直播宣传衣服的时候 可以看到直播主 他秀出了这件衣服 我说上头这个H 代表Leigh Home的H 是王力宏亲自设计的 而且还特别介绍 这上头其实是一个刺绣设计 宣称是古董上面剪下来的 相当值钱 花了很高价 从苏州博物馆研究所买过来的 对此苏州博物馆 昨天也在微博上头发出了声明 否认了这件事情 表示说文物是属于大众的 官方只是帮忙保管研究 根本没有和任何的艺人 任何品牌来合作 而且博物馆里头一共17个部门 没有任何一个部门叫做苏州博物馆研究所 等于打脸了王力宏的服饰公司 但为何会有这样子的宣传呢 还等待这个品牌方来出面说明了 那么王力宏的事件爆发之后呢 大陆官方也曾经强调说 诗德艺人必须要量一下 而媒体今天也针对了王力宏的事件 在大陆未来 他演艺事业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来提问 大陆国台办事表示这演艺人员呢 必须要有一致标准 就是得意双刑 我们支持两岸文化交流的政策 没有改变 那么对于在大陆进行这些 营业性的演出活动 有关部门一贯是依法依规管理 为的是引导更多的内容健康 积极向上的文化产品进入市场 同时啊 我们也鼓励支持演艺人员 自觉弘扬 横风义德 不断提高思想品德的修养 职业道德的素养 和人文艺术的涵养 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做得意双心的文艺工作者 镜头再转往好莱坞 53岁的男性修杰克曼 出道多年 近年则是以金刚狼一角 人气在翻掌 最近他则是忙着排演舞台剧 但是今天他惊爆燃疫了 修杰克曼在他的推特上头 宣布自己确诊 他说他出现了喉咙痒 流鼻水等等类似感冒的症状 那么由他领先主演的音乐剧 也因此取消了 我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修杰克曼 在这个月初才公布自己 其实打了疫苗的加强针 也就是打完了三剂 因此他的确诊也代表了 这是一起突破性的感染 国际新闻看到是乌克兰边境局势紧张 现在是美俄双方烫手 展开大规模军演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驻扎十万大军 乌克兰也不甘示弱在边境举行军演 演习期间更首度使用美国的标枪反坦克导弹 普丁认为俄罗斯无路可退 俄乌情况危急 美俄双方确定在1月10号 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不过拜登正在过耶诞假期 对于会不会在新年后跟普丁碰上面 拜登没把话说死 CN报道指出这场会谈 预计拜登跟普丁不会碰面 双方应该是推派外交代表进行会晤 会议消息传出同时 美俄双边继续隔空对打 俄罗斯外交部28号再度强调 俄罗斯不能容忍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在乌克兰边境继续扩张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 则是表示跟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 都还是会顾到乌克兰利益 暗示美国让步空间很有限 不过白宫虽然确定会参加美俄会谈 但美国国务院在27号发布一份 美国乌克兰关系报告 内容强调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拜登也在同一天签署一项 大规模支出法案 预计将拨出3亿美元 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 并另外为欧洲防卫倡议 挤注40亿美元 记得张力报道 一旦假期刚结束 但是全球确诊数不断的飙升 在27号全球单日新增 144万例的确诊新高 那么再加上Omicron的病毒传播力惊人 从11月被发现之后 短短一个月时间打趴了Delta 扩散至少120个国家 也成为主流的病毒株 梦幻灯光耀眼耶诞树 全球从水都威尼斯到柏林和巴黎 大家开心欢庆耶诞 此时新冠病毒也猛力发威 全球单日确诊数27号创下 144万例新高 打破去年耶诞假期后的记录 虽然Omicron重症率低 死亡人数维持在7天平均7000人病逝 但欧洲各国担心确诊暴增 医疗体系崩溃 尤其法国27号破记录 单日新增10万例之后 28号又创新高达到179807例 不只是欧洲国家新记录 更成为全球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确诊数高峰之一 Omicron今年11月首度在南非县宗 短短一个多月不只扩散到至少一反二十国 更是打趴Delta成为多国的主流病毒株 英国最严重Omicron病例高达17.7万例 28号单日则暴增12万9471例新冠确诊 而且这还不包括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数字 仍然创下英国新高 Omicron现在也成为瑞士 以及荷兰的主流病毒株 丹麦更在这波Omicron肆虐中 成为全球染疫率最高国家 平均每10万人中有1612人确诊 而单日新增数从来没有超过200例的冰岛 竟然在27号一口气新增672例 液旦假期后欧洲疫情创新高 记者综合报道 ② 助 thrown 勞路 trolls 追忍 有 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